受到海葵颱風的影響 导致花東大雨不斷 也影響到台鐵的列車行駛 在東北幹線部分 花蓮到台東的對號列車 以及區間車到12點前都停駛 南迴縣方僚到台東 同樣是12點前停駛 不過消息來得太突然 也讓現場乘客非常的憤怒 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那我回台東啊 我台東有災情啊 我剛剛回去看沒 我特別請了兩天這樣 我要趕回去啊 那你今天你這樣子 你今天你搞不好 今天我已經上了車子了 你才跟我說你車子到花蓮 你這就不對了嘛 你從一點在網路上講呢 你網路上網 我阿嬤我怎麼看得 我根本不會上網 你叫我怎麼辦呢 啊不對嘛 在公路 公路不對啊 所以到花蓮的時候 就全部都要下車 然後一下車的時候 燈全部都熄掉 然後這車就開走了 你們在買票的時候 沒有人跟我們說 沒有 買票之後我們還有確認說 請問今天我車是正常態勢嗎 可以聽到有很多的乘客 是要北上工作 或者是視察災情 但是現在通通被卡在車站大廳 而讓乘客氣憤的是 早上看時刻表都是有開車的 因此不少乘客都是在上車之後 才被臨時通知停駛被趕下車 至於台鐵的回應如何 單一瞭解 花東地區還是豪大雨不斷 所以為了行車安全 我們花蓮到台東還有南迴縣 目前到十二點之前 還是停駛的狀況 北迴基本上就只有停駛一般 四零五 其他列車都正常行駛 正常表示為了行車的安全 花蓮 台東以及南迴縣停駛 至於台東到台北的部分 因為台東沒有開 所以花蓮會特開搬車 從花蓮到台北 那麼現場也有接駁車 將旅客送往瑞穗 瑞園 關山 路野 以及台東等五個站 共三十八位的乘客